現在時間是晚上的7點快要10分了 我們現在要準備吃飯了 嗨 我們剛剛洗完手 我老婆今天買 今天是我老婆去買的 她去買了外帶的 香香蛋炒飯的炒麵跟炒飯 這是什麼炒麵? 石井的 跟什麼炒飯? 羊肉炒飯 好 好 不要這樣子弄出聲音來種的 那我先來倒水 你有加大嗎? 有 你是哪一個? 炒飯加大? 嗯 你還有在煮東西嗎? 我看他開火 好 好 好 媽媽切個豆腐 一起吃 辛苦老婆了 今天是我 今天是媽媽下班順便帶回來的 你這邊有眼睫毛 怎麼了? 你要說用說的 嘴巴怎麼? 衛生紙 衛生紙 你等一下 你嘴巴上面 養到什麼硬的東西了嗎? 肉嗎? 你怎麼不練習多咬一咬 這個給你放在這裡 你去幫忙看媽媽這邊需要什麼幫忙 爸爸要記得喔 彤彤如果你要吃要跟爸爸說 爸爸才能留一點給你喔 哇 好大碗 好大碗喔 沒關係啊 香香炒麵的特色就是他的麵 這樣一百塊對不對 超級大碗 然後炒飯加大是多少 加15塊 加15塊是多少 95 所以195 我老婆買了外帶兩個餐盒195 我今天有去那個 我今天中午吃那個大賣場的 那個 鮭魚炒飯 我買一個外帶 那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 分量很多耶 很紮實 很紮實 我們下次可以 晚上如果不知道吃什麼的話 我們可以去那邊吃 這個我來倒 讓我來平反一下 我上次倒失敗了 那個讓我來卸止一下 不要不要 我想說另外帶一個小蝶給你沾 童童他不吃 童童要吃原味豆腐嗎? 對啊 童童你要加醬油嗎? 我 喔 對啊 這樣子 好啊 那我去拿小蝶 我拿 我拿 那我有平反的機會 我上次倒失敗了 倒太多 我來啦我來 我來 這隻我倒少一點 這樣子很少吧 這樣沾一點就沒了 這樣子 這樣超少的吧 這樣好像放最下面嗎? 對 你還要等湯滾才能吃嗎? 沒有我會先來吃 我再拿去盒 好了 那就可以吃了 哇 哇塞 這真的超大碗 老婆 我這場面也可以分你一點 沒關係 非常大 你也要對不對 對啊 超過這個碗 這真的很大 你看你這樣多這麼多耶 對啊 而且已經有挖一點到你的碗裡還這麼多了 我想先吃一塊豆腐 看起來好好吃 好清爽 這好吃 今天阿 我有充分 豆腐很難夾喔 因為很容易破 要控制力氣 你用手幫忙 冰冰涼涼的齁 很舒服 哇 你夾好大一塊 不行嗎? 可以啊 你夾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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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好多 桌子很乾淨 那你就先來吃吧 開還要多久不知道 快了 你夾好多 你夾好多 快還要吃 啊 豐苦 你夾好 你夾好 r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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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 好看 好看 來看 沒有 它不好看 這時候就是要 拚拚通通 有沒有 炒飯膠帶也超大的 從側面看可能看不太出來 從正面跟上面看那個 感受就是很大 你看 好大喔 我這樣子拍 超級 這個炒麵100塊 然後這個炒飯 要從這樣拍才會感覺超級大 羊肉炒飯 感覺比妳還大了 哪有 比妳的臉大喔 真的喔 我那麼大怎麼比我大 真的比妳的 它有比115公分 比妳的頭大 有比115公分 等一下 這碗比妳的頭大 超級大炒麵 超級大炒飯 欸那個掉了要吃掉了 有沒有 敲了就掉了 還有豆皮喔 好 妳先來吃喔 等它開再過去 我們這樣可以看得到喔 好 在那邊站著不知道等多久 它滾了這樣可以看到 所以我再去端過來就好了 童童妳今天過了怎麼過呢 原來我們大家要吃吃中的 真的喔 那妳們有趕上最後的好天氣囉 對阿今天下午就下雨了 我今天帶童童做功課 嗯 神奇了嗎 沒有沒有神奇 做完之後我就跟她聊 就是上小學的計畫 真的喔 然後 是要站在家互相傷害還是 互相傷害 我有跟她解釋 從頭知道什麼是互相傷害 我到底跟媽媽說什麼是互相傷害 我到底跟媽媽說什麼是互相傷害 不是你罵我罵你 互相神奇傷害感情 就是這樣 刷在對方 那還是去刷安心班 所以親子之間的感情的品質會比較好 我們要簡單聊出一個共識 是共識嗎 對啊就是 那被安心做了是你 可能因為我本來想說 想要開始做遊戲了嘛 可能可以跟童童一起 先做完 回家之後先帶她做完功課 然後 對做完之後再把 做遊戲當作是 就是她做功課之後 我可以開始重新 看程式的書 重新學那個開發工具 重新新 重新 適應新的開發工具 然後重新看程式的書 你真是有想過要用哪一家的書 一定是Unity啊 這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她做功課的時候 那她做完之後再幫她看嘛 安心班也是這樣子嘛 小朋友先自己做功課嘛 然後做完之後再幫她看嘛 安心班也是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 小心喔 應該是吧 那先班應該也是這樣子 然後 總共已經吃完了 我要豆瓶嗎 然後 可能不會每天都做吧 可能因為想要學 因為想說讓同學可以學樂器 就是我不是說想要買那個電子琴嗎 我讓同學跟我一起 我們就一起學 然後你有空你回到晚上可以學 可是這些東西 我覺得都是要做完功課之後 我幫她吃兩次同學 她要吃飯還是吃麵 那妳要補充哪一個 好飯還是炒麵都非常多 太猶豫喔 好想吃 兩個都好想吃喔 那就更一點喔 先哪一個 先一坨麵好了 那妳要裏比較小 好 讓我削一點 我拿豆瓶嗎 那我放這邊讓它涼好不好 反正做什麼都是等功課做完之後 想要讓她學樂器 然後 可是也不會一到五都在家 因為我想說 小學是有一天整天嘛 我跟同學有討論了 剩下四天可能 跟現在她上紙牌輪上 足球課一樣 可能只要一天或兩天的下午 讓她去 學她想學的東西 學 去外面上課 我覺得我會想要足球 因為 我已經習慣上足球了 對就是 所以扣一扣 可能她再加就是 剩一天或兩天的下午 頂多兩天的下午再加啦 每天兩天就是做完功課 我們就來做遊戲 然後 或者是來 練習 樂器 樂器的話不管有沒有 不管怎樣 每天如果真的要練習的話 就是 平常 她放學之後 晚上 睡覺前就是可以練習一下樂器 就 反正我的結論就是啦 我直接講結論好了 細節那個 然後我們細節可以再討論 結論就是 先不要急著丟去安琴盤 先在家互相唱他一陣子 如果真的不行了 再丟去安琴盤 感情破壞了差不多再去就對了 你是這意思吧 先不要馬上丟去 有沒有意見啊 因為苦煮不是我 先試試看 反正先有計畫 還要嗎 還是要飯 還要麵 麵 麵真的超爆多的 滿到不行 然後你可以配著豆皮 媽媽已經幫你夾豆皮了 在旁邊 我來買保障 因為要有 先有計畫才能有變化 你看我蝦子在哪 買在麵裡了 在哪 在哪 在哪個麵 這裡 大概就是這樣 先把結論告訴你 因為安琴盤也是都隨時可以 插板進去嘛 也不像 又不是正規人的教育 他就是幫你看功課嘛 我已經拿了 看你長哪一段 很熱門的電影 很熱門的滿班也是有插不進去的 對不對 反正現在就這樣 且戰且走 重點是 我覺得才小一 小一 這個階段 就是 我真的覺得不需要太注重功課 就是養成習慣才好 慢慢把它寫好 寫完 寫得完整 對得起自己 對得起 對得起 付出時間 教你的老師 你把它完成 把它做好 這件事情 才能去做其他的事 然後多出來的時間 就是不要再去叫他去點那些評量 測驗什麼的 讓他可以去學樂器 在家裡跟爸爸一起 甚至 打電動 教他學格二遊戲 什麼都可以 就是多嘗試 跟我們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他已經會試製了嘛 已經 能溝通了 啊我雖然是很 雖然我是很害怕跟他互相傷害 可是都還沒有開始 就未戰先卻 這也不是我的風格啊 對不對 至少要先戰了 要先受傷了 才戰了療傷嘛 未戰先卻就 感覺不太好 嗯 那很好 那我就不加入你們 互相傷害的行列 你要跟我去討論啊 我會尋求資源啊 你是外出的人 你比較沒有 沒有我是失聯的 是偽單親的爸爸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真的在罵 這樣有看到 不知道為什麼 看別人這樣子講 就會覺得 不是取笑 不是那個 就是比如說 看洛麗壽司在罵他老公 看別人在罵 就會覺得很療癒 因為他說說你不敢說的話 我也當過嘉賓祖父 我很懂 我沒有看新聞耶 好像全世界的職場 本來不是有五六個國家還在上課 那是兩個啊 包括新加坡 新加坡也停課很久 新加坡4月4號就停課 4月4號還是5號就已經停課了 所以說我們還在上課吧 還有台灣跟瑞典 還有阿根廷好像也停 阿根廷不是全國停 阿根廷他說有一個 領土是很靠近南極的地方 我不知道 阿根廷是有那麼 緯度有這麼偏嗎 他說阿根廷裡面還有一個地方來 就靠南極的一個小村落的小學 他在正常上課 在南極 然後只有14還15個學生 因為那邊很安全 全世界只剩這三個國家 瑞典 瑞典他就說瑞典也是跟 一開始的英國一樣 就佛系的防疫 就是不管 然後就正常上課 你生病就生病又不管 英國現在已經沒有啦 英國不是已經那個 佛系的奏效了嗎 大家都很緊張 就自己都待在家裡嗎 還是也停課了 我忘了 等一下早就停了 我從事要嗎 都停 想過去喔 要嗎 然後瑞典是說 他的佛系已經收到成效了 說什麼在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就可以達到群體 群體自動免疫 就是 全部的人都自動就是 有抗體 有這麼厲害嗎 那就不會使用的 可能有吧 反正就是台灣應該是 全世界全世界喔 全球 就是剩台灣跟瑞典 還有一個在南極的小村 還在上課 還沒有停課 我吃完這最後一個我就會吃幾天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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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天那個軍艦的事情鬧得很嚴重 跟著全台灣跑跑壽 可是有當過是經兵的都知道 那個很正常一定會不敢講 不是可是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同學他就是他在高雄待客 然後呢 他其實也很無奈 因為他們不是都要議調 就是調查說你有沒有跟這些人接觸過 然後呢 不是家長主動講 其實他們也可以了解家長為什麼不用主動講這件事 結果搞到最後就是他的舅舅 就是那一艘軍艦上的人 然後不是已經隔離了嗎 然後他到底有沒有接觸過呢 那是不是要問家人 然後就出聲那種羅生門啊 家人說沒有啊 小孩說有啊 牽扯到軍隊的事情就會變得很複雜 不能複雜 醫官也不敢講 反正說信者說要跟醫官視訊 然後又被家下來 就是 說什麼有人那個 有隱私有人 不能違反訪律 不能訪問醫官 軍禮啊 其實就是裡面黑母很多 沒有很敢講實話 很正常 你當過兵的就知道了 你敢講實話 因為軍隊是關起門來的嘛 你自己被關在裡面的時候 裡面會發生什麼事 外面沒有人知道 我現在要處理好啦 因為現在其實不太適合對立這種事 然後城大有什麼球場的封鎖 因為放假的幾個阿兵公好像有去城大的球場 然後那時候有看到有籃球隊在那邊 七個籃球隊的隊員正在 練球 練頭籃 他們沒有彈球就去問說 能不能一起打嗎 我們還需要吃飯嗎 還是麵麵嗎 寶貝 然後那四個 然後那幾個去打球也都是確診的 然後你去籃球場一定都是沒有戴口罩 那幾個練球的一定都沒戴 所以那 那些也都被 隔離 都要隔離14天 都被中獎的 還不確定啦 然後反正球場也封鎖 不讓一般民眾再進去了 球場封鎖覺得 那還算蠻厲害的 這麼久才封鎖 這邊武林高中早就都不讓大家進去打 校外人士早就不能進去 校外都屬於高中級以下 那高中級以下是不開放 大學還可以開放 我不知道耶 他寫中學以下 我不知道高中列不列在裡面 好啦我就 拍到這邊了 他自己吃水果 好等一下吧 掰掰 掰掰 大家掰掰 而且觀眾朋友我有事情要跟你說 希望大家要健康平安快樂 大家掰掰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